我介绍一下双方的比赛校 分别是正方的佛教沈亨林纪念中学 以及反方的宣导会陈瑞之纪念中学 双方的变缘分别是正方的变缘有主辩陈泳林 第一副辩胡善义 第二副辩顽俊杰 第二副辩劉美庄 反方的主辩是陈思乐 第一副辩是苏尔德 第二副辩是曾希文 第二副辩是林子印 我也介绍一下三位今天的评判 首先第一位评判是 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的顾问老师 侯耀雄老师 第二位是南田圣保禄中学中文辩论队的教练 吕天欣小姐 第三位是我 协议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何冠林 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赛规 今天的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第一副辩 第二副辩论台下发问 和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当反方主辩发言完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会继续发言 接着返方第二副辩论 当双方的二副发言完成后 就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就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环节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 到时候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会连续丁几下 详细的赛规 事前已经发布了给双方的学校 请问双方的参赛学校是否都没问题 是 如果双方都 没问题的话 现在辩论比赛 其实就可以 正式开始了 首先有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的发言时间是 4分钟 等 准备好可以向我说可以 请问是吗 试骂是吗 是吗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开始 可以 助作各位,根據漢語詞典,霸權是指諸侯當中的領袖地位因實力強大而擁有控制權 96年時通向軟件ICQ的推出,用戶可以透過信息和朋友溝通 最高峰的時期全球擁有超過一億的帳戶地位一時無量 及後微軟推出更多功能的MSN,ICQ的用戶更陸續轉投MSN的懷抱 第一波的社交移民直接導致ICQ的霸權地位沒落 然而MSN最終都敵不過智能電話的興起 用戶都轉用WhatsApp、微信等社交媒體 微軟更是14年停止支援MSN 第二波的社交移民不單只拖廓了MSN 還造就了霸權地位的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體 編題當中的社交移民 這已是指用戶拋棄原有的社交媒體平台 完全轉用新的應用程式 然而近月大家只是由單一的社交平台轉為 同時使用WhatsApp、Signal、Facebook、Mivi等多個應用程式 難以與過去用戶真正平用原本社交媒體相比 並非真正移民 故此接下來的討論 雙方應該審視社交移民手段的本質 是否能衝擊社交媒體霸權 甚至動搖其地位 而非純屬以近月失敗的移民例子 論證成效 我方成立 見題原因有兩個 第一 影響收入來源 削弱 霸權地位 社交媒體的霸權地位 是建基於旗下互量以及增長速度 只要有大量的用戶 就可以建立大數據 從用戶當中提舉數據 進行分析 再針對消費者的需求 推送出具有高度相關性的商業訊息 一些精準投放比傳統廣告效果更好 為社交媒體帶來好觀的營利 國內社交媒體龍頭 騰訊集團於一百年度的財報 就顯示 騰訊於社交媒體的廣告收入大幅增長七成 高達73.9億元 要達至這些效果 該社交媒體必須具備兩大優勢 第一具備大量用戶的網絡足音 建立大數據 第二 單一社交平台擁有大量活躍用戶 擁有龐大的市場 因此當社交移民出現 一定數量的用戶離棄援入平台 其經營模式難以維持 將直接削入此類平台的霸權地位 第二 投奔競爭對手打破壟斷格局 所謂的移民 不單是用戶離開原有的社交媒體平台 更是用戶會轉同類型社交媒體平台 導致舊有的霸權崩潰 例如01年微軟推出更多新功能的MSN 的時候 ICQ的壟斷地位隨即被打破 只能維持約五成的市場佔有率 其境針對手微軟相應的份額已經升到四成 06年的ICQ近跌至只有1000萬的用戶 霸權最終沒落 可見社交移民能打破霸權壟斷的局面 千年代興起的SEGA 曾對全球最受歡迎網頁的首五十名 但09年社交媒體Facebook的興起 吸引了原本使用SEGA的人轉投Facebook 直至13年 SEGA還因財困的問題面臨倒閉 可見當真正的社交移民出現原有用戶投轉 競爭對手短期會削弱了原有差別的地位 甚至有機會令社交媒體霸權倒閉 是有效對抗的體現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社交移民無效對抗霸權 那為什麼解釋 當然大家離開ICQ和MSN 轉投其他競爭對手 會導致原有的霸權無落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是三分五十八秒 沒有超市 無需扣分 以後來有請反方的主編 準備好你可以向我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好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記者請各位大家好 讓我簡單回答一下有方的問題 其實他只不過是壟斷了霸權 所謂社交移民 正如正方主編所說 的確是和WhatsApp更改引私政策的事件有關 WhatsApp在2021年1月7日更新了引私條款 強制用戶同意同年書分享用戶資料 部分網民拒絕和WhatsApp分享數據 選擇放棄或者轉用信號 發生了大型的社交移民潮 等用戶轉投信號、Telegram等競爭應用程式 其中信號的下載量被一週之前激增了四十多倍 打破了他的歷史紀錄 整方沒有說清楚 我再補充 霸權指他在政治、軍事、經濟有極大的優勢 又控制他國主權、謀求地位的政策的意識形態 WhatsApp因為有大量的人下載和使用量高 導致幾乎壟斷了市場 產生了極大的優勢 人家口中的霸權 那究竟什麼又叫做有效對抗霸權呢? 我方相信標準是要令霸權認錯、作出改變 改善他的行為 這樣才叫做有效對抗霸權 而我方認為社交移民不是對付社交媒體霸權的有效做法 原因有三 第一就是他的可行性 究竟社交移民這件事本身是否可行呢? 亦有人認為霸權並非大問題 不介意私隱受到入侵 因此這些人的存在 就會令到其他想移民的人 其實都不能夠真正移民 因為當你有朋友或者同事 繼續使用WhatsApp的時候 不少群組對話都不能夠完全轉移 結果你就只可以在新的媒體 和部分自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溝通 但是你仍然要保留WhatsApp 因此根本就很難做到社交移民 第二就是他的取代性 事實上能夠成為所謂的霸權 即是在社交媒體中排行第一 獲得最多人使用 通常都是有他的優點 譬如功能比較齊全 或者傳送速度比較快等等 所以一般較難放棄 事實上不少人所謂的移民 都只是一腳踏兩腳 下載了多一個社交媒體 而非完全放棄另一個社交媒體 所以只是用少了前一個媒體 根本就算不上是社交移民 Signal的下載量 雖然急增了42倍 但是直到現在下載量 也只有5千萬 而WhatsApp就有50億 是Signal的100倍 第三就是他的惡性詳劃問題 即使假設你成功抵制到舊的霸權 令它倒閉 但其實另一個大家集體移民去的新媒體 難保不會因為多了人使用 而被人收購 又做出一些侵害、私隱 或者其他條款限制的行為 結果大家又要再一次移民 WhatsApp一開始堅持 都是堅持零廣告和保障用戶資料 但最後仍然沒有堅持到 當Signal將來有權有勢 對,也有好像面書這麼大的企業來收購它 難保Signal又會變成另一個霸權 有錢,誰不想賺 不只要一次一次移民 霸權的問題更是會沒完沒了 因此社交移民是一個無效的方法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其實2月至今很多人都斷寫來不到WhatsApp 對方是否覺得將來大家就會斷寫來到呢? 多謝各位 沒有反方主辯的發言時間是3分4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會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反方的主辯提問 然後發問時間有一分鐘 然後由反方主辯準備一分鐘 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對提問一次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 和回答一次之後 就會回到正方一副的環節 請問雙方台上的辯員有沒有問題? 對於蔡劑 好 現在有請正方 亦都提醒一下評判 在評分這個環節的時候 請留意發言次序 現在有請正方 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作出台上發問的 如果準備好可以 講可以 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 好,可以開始 各位 數碼媒體營銷委員會主席 李彥廷指出 不少香港人只開了MIV的帳戶 但根本沒有持續使用 其實由有方法的準備 不難見到 雙方對於社交移民的理解是相同的 今天大家都認為 只要你沒有放棄原先的社交移民 其實你就不算真正做了移民 根據2021年的網路身體報告顯示 現時有九成八的香港人 其實都是說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之間穿梭 有方法你今天跟我們說 其實社交移民真的做不到 請問有方法你怎樣解釋 過往ICQ轉MSN的例子 這些成功例子 在有方法的眼中 又是否可以對抗到霸權呢? 多謝 好,時間到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 給反方準備準備 絕對一分東西 一定會有arshavown 頂性的方法 我們要到達成功 先來聊到 封邊 對 像是否奮 好,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逐遍回答 你同樣有一分鐘,準備好可以向我說可以 可以 好,可以開始 政方剛剛所提及的社交回答 他們只不過是競爭對手,根本就不是霸權 我澄清一下,剛剛我已經說過霸權的定義 霸權其實是要控制他人的意識 還有要侵犯他人私隱這些行為 才叫做他們做了霸權這件事 但是剛剛政方所提及的社交媒體 根本就不是霸權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只是競爭對手,並不是霸權 多謝各位 好,接著有請反方的派出一位辯員 作出台上發問 可以 好,可以開始 你方可以舉出這些實際成功了的社交移民大事件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有一分鐘時間給反方 給政方主任準備 對方都是 ما我幫助裁 就reto我們一份 嗯,怎麼會 Test金出來的 它是 叮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整方主便准备作答 CMine,CMine,请问清楚吗? 是,清楚 你可以开始 回应刚才有方的问题 那其实呢,你说举例子 ICQ转去MSN 其实已经是成功的例子 然后你就刚刚说到 说霸权一定是做坏事 那其实霸权 只是一个在地位上佔最大优势的一件事 那然后 其实国际调查机构都指出 WhatsApp用户是否下跌 估计只有少量原本的WhatsApp活用户 就删除软件 可见移民就没有成事 所以请有同学搞清楚 这份不是说移民 但最终大家都没做到 所以今天移民没有广泛出现 当然Facebook没有受到大的挑战 台商发问的环节结束了 现在轮到正方的第一负面发言 请到台前预备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很可以向我讲开始 试咪 试咪 请问 听不清楚 是 清楚的 试咪 试咪 请问 听不清楚 是 清楚 可以 开始 开始 刚才 有个同学说 会担心有恶性循环 会令到新法权产生 但其实 霸权会否再出现 其实不一定 现在有新媒体的发 有新媒体这么发达 功能这么齐成 人们走了去其他两三个平台 就有力 瓜分了这个市场 削弱了它的霸权 令它不再独大 我当前面都说过 霸权是什么意思 是独大的权力 就算他一万步说 社交移民对抗霸权 虽然有新霸权产生 但既然之前可以用社交移民去对抗 今天令到这个霸权没落 就像ICQ-MSN那样 那为什么今天不可以用社交移民的方法 还是有方觉得今天是做不到社交移民 才对抗不了 例如水是可以扩面火的 今天这个水扩面火 不代表火灾不会再发生 所以水扩面火是事实 就好像是社交移民可以对抗媒体霸权 所以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到霸权的核心 霸权的存在也是正常的 而且今天是有效对抗 因为有方和我所担心的 惡性循环 是要消灭霸权 有生产产生 去用社交移民去对抗 所以现在正正代表 社交移民是有能力去对抗的 为什么有方不明白水能复修 亦能复修 亦能复修这个道理 各位今天我们看到的 也看到有方和所说的 有人用WhatsApp信号这个例子 分歧在于我们对社交移民的不同 首先有方不明白什么是社交移民 就是用户离开旧有的社交媒体 并使用新的媒体将重心而来 刚刚有方都诚认为 现在的人其实是做不到社交移民的 那何来对抗呢 难道有方一直在说 不成功的社交移民 可以不会对抗到社交媒体霸权 例如我今天要移民去加拿大 那我就是要离开香港 那难道我一边住加拿大一边住香港 那这个叫什么移民 这个是牧民 要讨论有没有效果做社交媒体霸权 就必须知道 一个社交媒体霸权公司 它最重视是什么 它是靠什么跟别人拉开差距 你看看最大的社交媒体霸权 Facebook 业绩报告可以看到 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东 达到183亿美元 占总营收入98% 甚至是我方主任提到的腾讯 都是一样的商业模式 可以依赖广告收入至参加霸权 一来是基于拥有庞大的客户群 二来就是这些客户群 可以透过远赠币 作出针对性极强广告推送 事实上会有28亿活跃用户 7.5亿美国成人 最少一天会登入一次的Facebook 所以才可以透过用户的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和职业 将产品提供到潜在客户 这个正是以色列经济学家 下雨提出的网络效应 即是一家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 会随着使用的人数增加 藏出更多的价值 从而吸引更多的使用者 用户越多的社交媒体 包团地位就会越巩固 而移民去其他平台的人 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多人 离开旧的媒体去新的媒体 这个正是移民的杀伤力 旧的社交媒体流失用户 同时都会流失一个大数据 不可以准准备和合法 收入减少少少 想不许和合法 有新的大型社交媒体 对旧的发力圈 究竟有没有冲击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副面的发言时间是3分10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的第一副面 是,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是,听得清楚的 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镜头尺 我一位,大家好 首先,对方同学说到 霸权是好的 如果霸权是好的 那我们就不用对抗了 其实有关同学说的 例子根本就不是霸权 因为我方主便已经说过 霸权是在用户不愿意的情况之下 亦被霸权控制主权 霸权和权两者分开的 权是权势 但权势只是霸权中的一半 霸权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而有社交移民也不代表有霸权 即是时代的变迁 只是人家会用新媒体 而听完前三位辩元的发言 我整理出 今天我两三方的意见不同 是建基于我们对有效的标准和一样 容许我再次来清晰 我方主便所说的有效原则 是要令霸权认错及改变 而有方同学的标准 只是多了一些人下载新的社交媒体 不断随约下社交霸权的能力 又或者制造竞争对手 我方主不仅同感应是有效 霸权和外康都是竞争对手 假设外康出现霸权 根据对方的逻辑 霸权一天存在 是外康的竞争对手 霸权问题自动消失了 相信大家都看到 对方的逻辑是存在极大的漏洞 因为竞争对手即使存在 都影响不到社交霸权本身 继续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不相关 第二是我性循环的问题 今天的WhatsApp发生社交霸权问题 运致人人人说要移民 我方主便已经提到 旧时的WhatsApp是坚持着 灵广告和保障用户资料 事到如今WhatsApp已经沦落到 成为另一个被人罵的社交媒体霸权 而身边的人口口声声都说要移民去Signal Signal是对方是很有良心的企业 不责下人钱而是靠有心人捐钱 但是这样的经济来源坚持得多久 Signal是否有同学你给 抱抱之前的例子 也有好像念书这么大的企业来收购 不要看Signal都会被承认你那个霸权 没有营运资金 根本就没得理解 只会演变成现在的例子 但是估不到对方同学竟然说 恶性循环是没问题的 其实恶性循环又再长话 不只要用户又一次移民 霸权的问题只会没完没了 除了解决不了问题之外 根本就不可以在根源那里 将这个霸权去对抗 因此社交移民是一个无效的方法 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制造问题 最后听完政方变员所说 我先再解释反对变系的理由 我方再次强调 即使有这么多人游息奴儿去WhatsApp 但是WhatsApp也没有被用户删除 就好像正方所说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断写来WhatsApp 例如身边的行动都没有下载信号 那是否正在用信号的朋友 完全退离又或者完全退离 或者完全退离关系又或者不再联络呢 在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只会选择继续使用WhatsApp 而这样的情况还是移民 那是不是呢 你在美国和香港都买了一层楼 你口口口口口要移民去美国 但是美国和香港都买了一层楼 这样根本就不是一层楼 这个情况只是社交道家 多谢 好,反方第一副片的发言时间是3分06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有请正方第二副片发言 请到台前预备 是否听得清楚的 你说可以就可以开始了 可以 可以开始 最后各位大家好 来到乙虎五娘发觉 今天游方楼在一个大问题下 演生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听人讲話 三个错误分别是 第一 今天游方楼将发财的旅件扭曲 今天王芳的主人都跟尤芳和我说 霸权是说他的地位的象征 是说他的地位有多么高 还有他的优势有多么大 所以他今天的权力 他容不容都好 他都是一个霸权 所以请尤芳来看清楚定义 第二件事是 今天尤芳反而返转来说 我们的标准很低 我就不明白谁低一点了 今天尤芳来说 我们只要令到霸权让步 令到他做出改变 就叫做对抗了霸权 但是今天我方从来都不是 跟你说要令他改变 而是要将他从根源地摸起 要将他对抗 要令到他没落 这个才是真正的对抗 尤芳来说 而第三件事是 今天尤芳来很担心的是 他说就算你今天对抗了一个霸权 第二天都会有另外一个霸权再出现 很简单两件事 第一我们真正回归变题 今天变题讲的是 当霸权出现的时候 你用社交移民可不可以对抗到 所以今天尤芳来说的 社交移民会再做一个新的霸权 根本不在我们今天的变腾讨论范围之内 而第二件事 今天尤芳来从来没有反对过 社交移民是有成效地对抗社交媒体霸权的 只不过他说 哎呀你对抗完一个又会有一个 很简单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有饥饿感的时候 就是我们吃饭可以填饱个肚子 但是我们尤芳来今天担忧的是 我第二天都会饿饿那怎么办呢 尤芳来说其实你完全没有反对过 吃饭可以填饱个肚子这个逻辑的 所以今天讲到尤芳来从来没有反对过变题 他只是用那些奇迷东西 用那些不关事的东西来反对变题 我们今天看回社交移民分为两个层次 其实大家对于社交移民的理解都是相同的 今天在尤芳来的眼中 这里去下那里去下这个叫社交游目 或者社交旅游 其实根本不是社交移民 而我方今天真正回归变题 说社交移民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离开 离开这件事我方一会已经解释清楚 怎样能够对抗到社交媒体的霸权 今天我们着重看加入他的竞争对手 怎样能够真正令到这个霸权门来 今天相信大家都有所疑问 TVB和ViuTV两个公司 正正是看到TVB两年来广告没有再加高价 但是我们看到ViuTV的价格 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费大升三成六 正正是说TVB的用户人数开始流向ViuTV 令到ViuTV的势力慢慢扩大 最终令到TVB的霸权倒台 甚至是霸权不在 所以今天同样的例子放在网络世界 无方见到ICQ转到MSN SANGA转到Facebook 这些例子全都看不到 所以今天游方从来没有反对过变态 所以今天的变态必然成立 多谢 警方第一负变的发言时间为3分11秒 无过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二负变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 预备好 可以开始 可以 主席庭判镜头前的各位 大家好 刚刚有方同学就说了 主席说有竞争 消弱霸权就可以对抗到 二负又说要连金发起 那有方同学做什么 那有方同学做什么 好了有方同学 社交移民 移民是否真的可以全部一起一条心移 而有方同学移民就要一起移 难道是移一点不移一点 移个身又不移买个佬 移买个佬又不移买对眼 所以再重新要移就一起移 社会白泰始终都要顾及普罗大众 老一位的用户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去移民呢 移民始终都要大数量的人都要顾及老人家 还有各职人士都不同的立场 是很难以做到全世界移民的 举个例子 上司和下司有个群组 我想移民 上司不移 那我怎么办 好友 发头可能说 我都不上班 我只是上学而已 家里群了 我又可以怎么办 由此可见齐心的社交移民 可能是极低 有发头又怎样可以确保 全部人是齐心的社交移民呢 好了 回应完对方的担心了 我要来表达一下我的感受 听着有发头的言论 我的心情就像社交媒体WhatsApp 其中一个表情符号一样 就是现在我在荧幕所显示的 笑到哭表情符号 真是不知道笑定好 哭定好 回应有发头看什么好 有发头看一味说社交移民是最好 但事实不是真的那么好 请有发头看认真听我说 好吗 好了 社交移民说 移民了不用再面对霸权了 根本是逃避和逃避 有发头请诚实地回答我一次 有没有人是真的可以在霸权下 完全完全移民 以WhatsApp和Signal的社交移民通报为例 有多少人是真的不再用WhatsApp 而是100%的转用信号 再跟大家重新一下社交移民的准则 社交移民是指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流动的现象 由甲媒体劝先到粤媒体使用 所以当用户不是100%的转用其他媒体 这个只是一脚踏两船 好了 第二社交移民顾名思义就是转用社交媒体 但小社会始终都有它小的原因 始终功能都是不够大社会 最终以至是很久才会用大社会 会给你转一下 由第一个学校到第二个学校 第二个学校始终的学习气氛都没有那么好 又转到第一个学校 这样简直是多次一句 运用是WhatsApp和Signal Signal现在的功能是不够WhatsApp的功夫 而且Signal暂时不能提供到备份 功能只是可以一机过一机 手机不左右或者说了就没了全部资料 Signal的功能是不够WhatsApp的 有没有就会用WhatsApp又或者一脚踏两船 有份同学这样不是多此一句吗 好了 所以来个总结 社交移民只是单单逃避和逃避 根本是不可以就地解决问题所在 而且有份同学只不过一直都是指上谈毕 是毫无作用的 是难以实行这个方案 多谢各位 好返回第二副片的发言时间是2分5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主席 是这样的 刚才发生了一些特派情况 就是两件事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网络有少少延迟 所以导致到前半部分的义父的发言 我们未能够完全听清楚 不过总体来说都是后来是收回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刚才那方的义父就是我 我就出去解决了一些草音的问题 因为学校可能正在进行一些官运的工作 所以就会有一些草音的问题 所以希望理解 是这样的 好 解决草音问题那边 应该没问题 就是赛会接纳的 但是第一件事 就是由于网络那件事 原则上我们 如果大致上 你们有没有要求需要再補发言之旅 还是你们都会直接交代这个情况 如果你们都接受过情况 我们就继续下去 你们确保之后的网络顺畅就可以了 是的 OK 谢谢主席 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继续比赛进行下去 现在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先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 向反方台上辩元提问 正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发问的时间有一分钟 台上会有一分钟准备再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 15秒会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正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言时间也同常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位辩元提出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对于这个环节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台下发问环节开始 先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 作出第一条台下发问 请问听不听到吗 是清楚的 你有 稍等 好 你有一分钟时间可以开始 开始 在座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说 WhatsApp声称要保障个人私隐 但最终卖盘出卖个人私隐 所以哪怕将来出现Miri signal 他们将来都会卖盘都会出售 出卖个人私隐 但是有方同学根本没有认证过 为什么他们都会做同样事情 我们见到Miri已经转用收费模式 经营 避免卖盘 出售个人资料 根据有方 有新程式就必须出现新败权 所以无效对抗的逻辑 是否因为有新的暴君出现 革命就无效对抗暴君呢 多谢各位 好 接着有一分钟时间给台上准备 准备时间开始 好 来 好 好 好 Bing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便员答便 你有一分钟时间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可以说可以 可以 好丁 主席评判镜头前的每一位 右方同学在这一刻和我们说 其他新的社交围体是不要出现 恶性循环或者霸权的 那我们一起再看回当年 WhatsApp被创压的时候 其一大原则是保护客户的私人 也就是大家以前用的WhatsApp 会看到的点对点监控 回到现在WhatsApp着出更改隐私条款 已经不如从前 与其猜测社交媒体 是不是真的会变成霸权 我方更加肯定现在新兴的社交媒体 会变成第一个霸权 另外有方同学一直说我们逃避这个变态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说有方同学观点是非常单一 和片面 其实下载的数字是取决于用户 有方同学着眼怎么知道是自己 真是用户 和解不解是没关系的 你有你下载 发权有发权 继续赚钱 根本就不构成威胁 也不能够成功对抗 多谢 好接着是反方的第一条条法文 请派出一位便员作出发文准备 听到 可以 开始 主席庭判镜头前的各位 有方同学我想问问你们 按照你们的定义 一个社交媒体的地位足够大就要霸权 不然 这样的话 不然黑全级第一个 的事他没有做任何 所以都叫我霸权呢 多谢 现在有一分钟时间给正方同学准备 准备时间开始 这个 就是 一��� yar 三 六 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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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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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剩下一分钟时间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其实这两个例子根本不是成功的社交疑民的例子 今天和你讲WhatsApp的私人条款 但其实WhatsApp和WhatsApp转讯论 这个根本不是成功的例子 还有有个同学为什么不看我们刚刚说的ICQ 以及MSN的过往的成功例子 因为不成功 那如何去对抗今天这条件事呢 第二 因为有个同学根本没有反对过我方的主线 我方说以前是有这个例子 所以能对抗 所以他只是觉得以前是有失败权 所以现在呢 现在是有失败权生 就算现在做不到这个社交疑民 所以现在做不到社交疑民 现在做不到社交疑民 所以才制裁不了这个失败权 最后呢 张帆有没有跟我一直没有回应过 我方的ICQ MSN的Facebook的例子 一直在用这些失败的社交疑民的例子 去反对今天这些辩题 所以我方今天的辩题是必然成立的 叮叮 好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接下来呢 会有一分钟时间给双方劫便预备的 预备时间结束之后呢 会由正方 先由反方劫便总结 有四分钟 接下来由正方劫便总结 四分钟的 那准备时间开始 这下来是4分钟了 这个下来是6分钟 下来是4分钟的 我们需要再次来认 buddy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请反方劫便总结 准备好,你有的时间是4分钟,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镜头前的各位,大家好,辩论都来到尾声了,想问一下助作各位,今天有没有人是真的删除了WhatsApp的?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WhatsApp的隐私事件,那为什么你们还要留住WhatsApp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有分同学今天口里说不申,看他很诚实,根本你们心里面都知道信号是取代不了WhatsApp的 加上有分同学,你们今天是要论证社交移民有没有效,是要落出数据去证明的,是2万人就行,10万人就行,有没有成功过的例子? 那个MSN和ICQ根本就不是一个霸权,所以不可以当成功的例子,我方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方只是看到信号的下载量多了多少都只是WhatsApp的百分之一,那是不是真的足够有对抗呢? 我方不是认为只要多人社交移民就有效对抗霸权,而是有方的方案实在太理想化了,一件不可行的事又怎会有效呢? 好,再来看看我们的分歧点,我们的标准不同,我们解释了多少,你都无动于衷了 你们根本就说到牛头不对马嘴那样,主编说有竞争削弱就行,二负又说要从根本性改变 还没有改定义,不过就算你们智商骂品,我都还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第一,就是这个标准门栏的问题,是不是有人以为真的可以对抗得到? 我刚刚也说过信号的下载量多少都追不到WhatsApp 他是因为基数小鲜一下子上升那么多,有分同学是否可以确保到,等过了这个移民潮之后,他可以持续这个升级? 有分同学,你又知不知道就算升级了多少都好,WhatsApp的下载量都没有跌,他依然是稳居朋友说的第一名 第二,有方根本就是短期无法齐心对抗不了,长期都因为恶性循环而对抗不了 例如今天有人头痛,而痛不欲生,医生说开个止痛药给他吃 三年之后就不痛,要等三年了,但人家是现在痛的,现在就顶不住了 是,止痛药的本质是可以止痛,但可以等多久才有效呢? 三年之后他又有新一波的头痛出现又怎么办呢? 有方今天的变题是关注点是今时今日,即是这一刻,他究竟有没有效呢? 你硬把时间拖了这么久,到时人多就有效的话 时间可以做到一切,那是不是十几二十年之后才对抗到? 哇,那未来的东西你说什么都可以了 第三,恶性循环,今天的面书和Twitter都早已经不是十几年前刚刚面世的样子 那谁可以确保到当下正在挖起的信号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新的社交霸权? 你想想,即使转到全新的平台都难保平台未来不会改变原则 和不会成为一个大型的商业机构 当然平台发展到有庞大的用户数量 有利可逃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打算收购 例如今次这个社交平台移民条的其中一个主角 这个WhatsApp也曾经认识要保护用户的私隐,向客户保证零广告 但是在2014年被添加收购后,都是要求我们共享数据和在程式里面投放广告去赚钱 第四,他们下载量其实是不等于使用两国 好像有方同学,你们自己都会说 社交媒体的赚钱方法是透过广告投放 我想你们的立场是不是有点搞错了呢? 因为广告企业只是着重社交媒体的下载量而不是用的次数 其实只要WhatsApp的下载量一天不跌 就算信号升了多少也好,广告商依然找他推广广告,依然赚到钱 再说,其实这样反而是帮到WhatsApp的 WhatsApp的下载量照较,但是他的侍服器就不用服务那么多人 还可以做少些东西 罢权具备的特质,有钱和有庞大的用户量,WhatsApp是两样转了 有方同学说的,转去信号反而是帮了WhatsApp 有方同学,你们又怎样会觉得未来的这些ME,VI或信号不会成为新一个社交罢权呢? 因为他们到了这些有利可能的时候,他们就自然需要资金 如果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要靠有新闻捐钱,还是有方同学是想捐钱给他们去继续营运呢? 明白 好,最后的,最近的社交移民之乱就令大家开始反思 究竟我们是媒体的主人,还是媒体是我们的主人呢? 难道我们要一直任平台主导我们的思考模式? 与其移民到下一个霸权,不如我们用自己用开的社交媒体吧 他刷你就移,他好你就留,你就被人主导了? 我们现在齐心协力重新主导这个接受资讯的权利 他刷我们提醒他改善,他好我们要求的进步 令社交媒体变得更加好 叮叮 多谢 反方结变的发言时间是4分03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有请政方派出他的结变 是,政方的结变 请出来 时米时米,听不听到? 听到,你有4分钟可以开始 可以 打开Google,相信过去半年,香港人share得最多的就是移民两个字 除了各位,在上个月就有三位老师离开了我们学校,移民去英国 今天一别,何日再见 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搬到外国生活 可能要隔很久再见到 今天有方的逻辑其实很有趣 他们以为下载多个新的应务程式就已经是移民 我想问有方申请多了顾问照,假期时候去英国,其余时间在香港,那算不算移民呢? 要言而算,为什么大家今天同时使用多个社交媒体的应务程式 一时用WhatsApp,一时用Signal,这个就叫社交移民呢? 可见从根本有方已经混淆了社交移民的定义,错了同样的方向 今天有方全场都在那里说 一直用Facebook,WhatsApp这些社交已经失败的社交移民的例子论证 其实我们有方一直在,我方一直在重复,这些例子是失败,我们一直都没有讨论过 那这些就不是社交移民了 所以对抗不了霸权,无效的是例子失败了,而不是社交移民无效 有方说过6比4,那是不是代表6是霸权? 那有方今天说,大部分的优势,例如9成才叫霸权 那6比4,那霸权已经失去优势,那已经就没有霸权了 那最大的问题是,有方今天用WhatsApp并没有撤回根据条款的例子论证 社交移民无效对抗霸权 那退一步来说,就算他们真的撤回条款,不用我们先了 他依然都是霸权,为什么?因为我和你都没有真正的WhatsApp 没有真正做过社交移民,又怎样会动员他们的根基呢? 那当有方面提的前置,社交移民这个内容都没有论证到的时候 又怎样会论证到他们有效还是无效对抗霸权 当有方根本回应不到市场不变的法则 如果一间企业被客户吐气,就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当我们抵制办买一间商品的时候 那他们还可以维持到市场地位? 那曾经是饮食界的龙头的富林集团 社会运动的时候,大家说他们是难点,要抵制他 结果富林半年,亏损折运一亿 连不过的地铺都已建议,我方实在不明白了 但是客户大慨无离开,有方仍然都会觉得对抗不了他的法刀地位呢? 更甚至是有方不明白社交媒体的特色 是我和你沟通的桥梁 而实生活里面,老师移民去英国,我没办法一起去的嘛 那如果老师不再用Facebook,只是用MeV 我是否想和你联络的时候,就一定要使用MeV 这一发动全身 社交移民带手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交群组 就像当年的ICQ、MSN、ZANGA 他们的客户不断流失,最终失去爆端地位 加上现在的社交媒体需要你和我留下网络出印的大数据 才可以精进地投放数据、投放广告、吸引广告箱 今天客户离开,比起以前更具杀伤力 今天有方质疑我们为什么见不到霸权倒台 Facebook、WhatsApp依然不倒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交移民有多少人真正做到 打开大家的手去电话 有多少人真的删除了Facebook、IG、WhatsApp 为什么霸权不死? 为什么巨头不灭? 答案亦目了言 多谢各位 正方结面时间是3分2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以下来我们会进入这个评判评分的小量 我们有两分钟的缓冲时间 给评判填一下他们的分子 然后我们就会请评判被评语的 提提评判了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的 每位评判选三位表现教育界的辩员 而在当中再按321的最佳得到30分 第二是20分 最后第三阶的10分 请评判评分 好,现在我们想请评判 对今天的比赛作出一些建议 我整理一下评分 麻烦后尚或者呂小姐 哪一位可以给评语先 没所谓 请呂小姐给一些评语先 谢谢 我想问听得清楚吗? 清楚的 我简单说一点评语 首先第一件事 这条辩题其实有很多字眼需要定义 需要大家去说清楚实质的内涵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字眼是社交疑问 今天政方尝试去禁止近期的 所谓的失败经验 他们就说这个不是一个社交疑问 而ICQ或者MSN才是 其实我自己是买这个定义 反方也是这个定义 但我会比较奇怪 为什么政方会用一个 好像看似不太有理论的定义 听到标准我听得出了 他们就想说 其实我们在看本质上的社交疑问 能够有效对抗的霸权 我就会有点奇怪 其实不是只是主变的 是去到整条线我都会觉得 或者是整条线我都会有个感觉 就是政方似乎是完全地 假设了100%成功地 大家齐心地 很可行地 社交移民成功了 这样就可以有效对抗霸权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 这样的一个假设是比较危险的 例如你们好像一副 陆定义父也有说过一些类比 例如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水可以灭火 你们就已经完全认识了 这个社交疑问 就是你的解决就是水 但你们是没有怎么解释过 究竟是怎样最终会达至成功 社交疑问 即使你加了几句 就跟我说 慢慢之后就会做到的了 又或者是 究竟那个可行性 你至少都有少少去着物 你才可以完全解释到给我听 你的社交疑问是一个可行的解决 但今天政官似乎完全地 假设了它是已经可行 然后我再去轮程后面的部分 我自己就会觉得 这一件事是我未必很购买的一个位置 而且反复都没有很尝试很有力 或者特别是前场 去针对他这样的压心信 是真的去到很后 去到结变才开始有少少着物 就说你说到说 几十年后可能有机会成功移民 你说什么都可以 这些论调其实我觉得结变 去尝试清的这些位置 其实应该要早一点去出 或者你要早一点告诉评判 其实今天政方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究竟怎样是成功社交移民 或者可行性是什么的 你起码要告诉评判 其实他承认了 全面成功地社交移民 大家齐心地社交移民 就会可以对抗到法权 这样说其实是 不需要去论证的辩题 你玩完了 你能告诉评判这一件事 我就略认反方在这一方面 当然是没有好好地去 即是调整这个位置 那第二个重点字眼就是 什么是社交媒体霸权 那今天政方开的那个 定义呢 我又是觉得有少少危险的 或者有少少 就是我不会说只是我不买 我认为呢 其实很有机会就是评判 就是大家一听 会有很多质疑的位置 如果开这个这样的定义呢 你需要再解释多一点的 那政方今天开的那个 社交媒体霸权呢 就跟我们讲的成功例子呢 就是ICQ和MSN 那我自己就会听到有少少 一头没水的 就是我会觉得 你几十年前 你从来会听过ICQ是 要对抗他 或者MSN要对抗他 你只会听过 我要将ICQ或者MSN 可能慢慢自然地被淘汰 那为什么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 他没有一个 就是好像反方所说 有一些 对社会 或者对世界 对于人 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会期望 真的比 所谓的市场共同 第一 是再多一点的那些东西 才会成为霸权 那究竟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那当然我会觉得 政方因为他定义 他困住了 他不会怎么说 但其实反方呢 都没有针对这一件事 说得很清楚 中间其实大家都泥沼了一段时间 究竟什么是霸团 反方最多跟我说了 其实他有些负面影响 不好的 有些坏东西 但是那些坏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 我是有一些惊讶 这场比赛 就是不是听到很多这些例子 或者不是听到很多这些内涵 例如是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会经常都听的 就是 Facebook或者Twitter 是会禁言的 是会禁了特朗普说话的 或者他会在 某一些地方 可能在某一些地方 拿一些法例去禁制他的时候 好像是澳大利亚 或者是某一些国家 一些欧洲国家 他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例如是完全 封住了别人的标准 就是损害别人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其中一些霸权的彰显 ICQ或者MSN是不会做的这些事情 或者在说的是 全球影响力的分别是什么 在哪里 或者是那时候是没有演算法的 ICQ、Sanga MSN年代是没有演算法 但Facebook、Twitter的年代是有的 这些是很基础的不同 甚至是很简单 ICQ、MSN赚的钱 跟现在Facebook、Twitter这些 大型的社交媒体 赚的那个数目是完全 不是同一回事 我会觉得政府 你要去说服评判 ICQ、MSN就是一个霸权的时候 你要真的想得很清楚 你怎样解释 而同时你反方要解释它 不是一个霸权的时候 你也是要 起码说到一些实例或者实质点 告诉我听 究竟不同在哪里 如果不是整场 在泥沼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人是很清楚 告诉我听 究竟这个霸权 是什么意思 或者你们实质 对于霸权的理解是什么 而最难问题是 如果你们说不到 这些实质的例子的时候 其实你们很难去想 怎样对抗 因为你连霸权的内涵 是什么 你都没清楚 你对抗什么 你如果没有 就像正科那样 你没有不好的东西 我不需要无端端取代 反方同时也是 你说要对抗 如果你没有一些实质的例子 就像我刚才那样说 言论自由的问题 或者私隐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题 你没有实质去说一些内涵 例子内容 我会不知道 究竟用户 转移了的时候 或者少数用户转移了的时候 是怎样影响不到 有实质的霸团 例如是 可能你说我现在立刻 MIV那些 可能是移民了少少人 又或者是WhatsApp 转了去某些信号 但是其实他都还在做一些坏事的 例如他一直可以继续禁言 或者Facebook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这些就是一些实质的 你要说给我听的内容 但很可惜的是反方 其实都没有 真是很实质的 好像在论阵这条问题 或者说给我听一些很实质的例子 这个霸团是怎样对抗不了 例子在哪里 这个是正反双方 都需要留意的 还有对抗 其实这个定义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政科去到后期 将它推到那么尽 去到完全消灭等等 我相信因为你整条线 设定是这样去推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个人觉得这样去推 对你们来说 不算特别有利的 亦都是 这样两边状况 听不到很多内容的时候 我不觉得是一个 特别很有内容的 一场比赛 最后 留一点时间给两位前辈 最后会想说一点 关于那些 奇奇怪怪的例子 或者比喻 我觉得大家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一场实质例 实质我刚才说的 例如言论自由等等 真的比较关系 我不是很听到的 但是大家举了很多 似是而非的例子 例如正方 正方有说到 TVB和 Fill TV这个例子 然后 首先我会有点奇怪的 就是 Fill TV 其实是不是正方所说到 真的已经完全令到TVB倒台 或者霸权不在 当大家看回 实质的 收视率 或者市场影响力 或者广告数量 突然且Fill TV是慢慢上升 但是 是不是真的令到TVB倒台 不是的 如果反方说出来 就是吃了你这些实例 正正就像TVB或者Signal 完全取得不到原本的霸权一样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用例子的时候小心一点 还有我刚才说了 很多 就是什么移民加拿大 水和火 那些 就是大家 都是需要再解释多一点 有例如反方 好像是类似说 类似买楼 或者你去香港买层楼 但是美国又去买层楼 那就要移民 但是问题是 大家要知道 其实现在香港 或者整个世界 就是周围买物业 这件事是很正常的 那我在英国有层楼 或者在香港有层楼 不代表我没有移民到 去英国或者美国 就是 这些例子 你们自己要想清楚 究竟你们想 论证些什么 或者内涵是什么 不就是说 我宁愿你多说一些实例 我宁愿你多说一些 例如我刚才说的 究竟 怎样有些实质的 Facebook的实质 对于全球的影响 例如它演算法 它的广告 它的收入 整个本质上的营运模式 就是我宁愿想听多一些这些 我相信之后 评判也会多说一些 是的 那我这些评语 暂时来到这边 谢谢 谢谢呂小姐 接着我们有请 侯sir给一些评语 谢谢 谢谢侯sir 大家都听到 不错 OK 清床 谢谢 OK 那我说一些评论 因为我也认同 吕超姐所说的 今场是一个 很定义的讨论 可能他很厚 义父 台下 都是仍然讨论 我自问 我不是和学生讨论很多 所以我有一些 很态念的意见 例子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是很触碰学生讨论 但我所知 我会觉得 听说 应该用ICQ的评论 就是ICQ连组 应该是出漫年来的 是应该我用ICQ连组 我觉得 政方的策略 我觉得他是尝试 用了个概念叫完全转用 才是社交移民 正方所说的 现在在Facebook转到MeMe Obs转到用Signal 不是真正的社交移民 我觉得这个位置 很明白你的用意 但这样你会令到你自己的 攻击位 政方会有很多位置不能打的 还有一个风险 因为我只认为ICQ和MSN 是应该反方可以用的 我就期待反方几时来用 但反方没拿到来用 因为反方的第三个论点 是刚方性重玩 如果政方说个禁报听 ICQ被MSN取代 MSN又被基数取代 其实就正正引起反方的第三个论点 因为霸权之后有一个新的霸权 霸权之后还有一个新的霸权 其实就是 可能你已经承认了你的人 如果有ICQ 如果有MSN 然后有Facebook 现在就看到有基数这个霸权 我觉得 其实政方这样下降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风险 还有你自己的论点上 其实你又用回当年 刚才好像李小手说的 你又不是用回当年的情况 当年的情况 你是用现在的腾讯 这些例子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好像 你是有那个局的概念 想某些位置避免 但是真的是论证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回当年的资论去论证的话呢 我就不明白你的主线 你现在时空在打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会有点危险性 但是反方这个位置 其实又不是捉得很准 因为反方如果是捉得很准一点的话 我觉得法文是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我知道他想问什么 但是问得不清楚 就是问得不清楚 就是如果在这个定义战场上 反方的打法 尝试开一个位置 现在是霸权的意思上有定义 定义上的问题 你觉得他没有做出的事是不是霸权 这个我明白的 就是可能他是自然形成的霸权 就是可能没有其他的竞争者 但是如果问我刚才这个政方的策略的话 我觉得更加准确的是对移民的定义 就是政方说要完全转用 完全转用 我明白的 如果我现在决定我离开香港移民 那我就应该不会有机会回到香港 我完全移民去英国或者澳洲等等 但是问题是政方会完全转用 就是说所有人转用 那反方可以问的是 为什么我现在社交移民 是要所有人都移民 先叫做社交移民 那这个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反方 我觉得前场有一些弗力的地方 是他不能够准确 会看到政方的这些巧妙的位置 就是拆不住了 然后就可能会是用了一些类比 很多类比 我听过有时候我老而了问 我手没疑问 就是很多类比 尝试去抗这个概念 我明白了 就是你打定义 有时候是用类比去尝试方法 对方的问题 但是就不 就是我自己听过就不是太正确 当然反方可能有些位置再问多些了 那我觉得是做多一点 但是始终我觉得不是很清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双方跟我都是 我觉得如果你是说定 用定义 做一个立论那个策略的部署的时候呢 正方跟我都是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要想一想 有些什么位置 要跟对方去 不要离开太多 去回你自己的主线有利的地方 跟他做类型去打 就是 但是你觉得 我自己觉得 如果这场你这样 我自己这样听的话 好像你攻击鬼不可以太多 因为到了阿龙攻击鬼 就只有一个 你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 而你那个不是 你那个不是 就是我想起来 你有其他的进路 去做一个回应 就是我觉得正方 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正方这样打 是会觉得很手势 因为你用个定义 去将个论证上 去转移到某个位置 你自己可能 在整场比赛 手为主 攻击鬼就很简单 这个例子不是 不是你想讲的战场戒定 最后就是整场比赛就会出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 我主要是讲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是那个表达技巧上面 我觉得就是 可能大家紧张 将来有些觉得牛头不正硬 或者有些位置是 over了一点点 用的措施上 肢体语言我觉得是 OK的 肢体语言我觉得是 确实 但是我觉得有些措施 可能会避免它太过的 太过去到 我突然返回例子 我觉得是刚刚 我抄下了一些 赚到某个论词 因为我抄得不太好 有些字下我觉得是这样的 可能是在 反方可能在 变位置有两三个用词 我觉得是可以 尽量避免回 我觉得这位可能 有机会有个功道 我觉得持风尚打到流泥 演说得好 都是很清晰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位置可以尽量避免失分位置 反方的主持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主持 我觉得是 expectation内的东西 只不过 如果正方你问我的话 反方应该最容易拆的位置 就是他的恶性循环 因为其实如果听到反方的主变 主变 反方台上 他都会难保他日会成为新的版权 因为反方的较为难 反方能整个future tense的概念 但是因为正方的主线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自己想过不可以打这个霸却位置 所以 这个位反而我觉得 打得不太着力会是 我觉得是 所以今天 叫做黎主参定位 主变在量上 所以 我的意见大概是这两部分 那我就将会在我们的科尚 不好意思 我想和一堂科尚说 我WhatsApp了你的分子有些问题 可以นะ 谢谢 我刚刚弄了音 女小姐,不好意思,我刚刚发了新的评论给你确认一次 你可以多看一次 那些组织都应该是 按进入组织都应该是 述显示那个比分的 你可以确认多一次的,谢谢 好,我也简单地评价一下 这一场比赛坦白说,因为我做了一个 在背后,因为我们评判知道评分的 因为我直接 讲我的判准的时候,一般我都会交代 比赛我自己判给哪一边 一会儿你会发现,其实我对这两场比赛的看法跟刚才两位评判很相似 可能我只是在一些集中点或者质重点 有不同,所以我先理心 在这场比赛中我投的 我给的结果的判决是跟两位评判有点不同的 我是少数那边 我今天会略嫌倾向 我都交代我自己是给了正方的 原因,我也暗示了结果 我相信一会儿我也会公布赛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我自己觉得这场比赛同意 好像侯sir和吕小姐这么说 其实是一场定义上已经决定这场比赛 合不合理 我明白 变论上 很多时候,双方都会希望去定义一些 对自己最有利的范围里面去讨论 但言而有时的问题 我自己对于 定义的接受程度也很高 基本上我自己对于一场辩论比赛 当然有时有些很不合理的定义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我尽可能都会交由 如果有什么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定义 都应该由场上的辩原去提出挑战 以及提出这个 指证会是最合理的 我觉得今天双方应该会觉得有不定义呢? 白点来说今天正方的定义的主线 简单来说就是 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就是最适当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正方的定义 其实开始尝试和你 简单 如果我们用辩论最不好听一句说话 正方的主线采用的策略叫输打赢要 因为他会把所有不成功的社交移民排走那些不叫社交移民 所以在他的立场底下 成功的社交移民能成功地制约霸权 所以我们只是讨论成功的社交移民 一律以来所以正方都会说价值观上定义上 概念有点似是什么呢? 我觉得 好像正方不断重申 好像今天有皇帝的霸权 我们讨论文变这件事 可不可以由人民革命推翻呢? 不成功那些不叫成功的革命 我们只是讨论成功推翻革命才叫革命 所以成功的革命自然能够推翻霸权 这是正方的立场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矛 但是这种矛的可惜就是 反方并没有清楚地指出 正方的这种矛 反方用了他自己不断想尝试论政局的定义 去处理这条面 这个也令我觉得我们可惜 因为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在前场 觉得正方是努力地去尝试算验 以及尝试去 讲明他这种价值观 虽然矛但我觉得合理 如果好像他这么说的 但是我觉得政方最大的问题 我同意好像有些评判那样说 政方最大的问题 不是我觉得 我不是反对你说最 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 是恰当的这个立场 而问题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尝试 论证你这一样东西 举个例 例如你 我同意的就是你举的例子 不论是ICQ或者MS 这些叫不叫做 移民先本质上 这个是不是符合 他只是结果上推翻了霸权的合法 但是究竟这两件事 本质上是不是移民 因为我会同意 霸权不一定是要做坏事 才叫霸权 但是移民必然是一个主动的动作 我是想由原本转移 去第二 但是ICQ或者MSN 以往我们的理解 似乎 好像反方都有尝试 碰一碰地和你打 那些可能是时代发展的进度 不一定是一种 举一脚去表态 可能刚好在过程里面 是一个历史发展 但是我觉得可惜 正方在后续 没有再延伸 所以本身 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定义上 我一会也会说 比赛 到最后 有一点位出得比较迟 反方那边 但是我觉得那些 是有效的讨论 所以我先说前场 在这个定义之争里面 我会觉得 正方在 他比较主动地去 算掩 他这个价值和定义 是取得一定的优势 反方今天 不要以为反方不谋 其实我觉得反方今天的定义都挺谋 反方的谋就谋 还有什么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跟你说 首先我先用反方口中描述 今天这条片题的讨论空间 在于 霸权 他需要 认错 并且改善他的行为 那我就会问 既然你都会说 他终于是做壞事 我不论是政治也好 公司也好 历史上有哪一个霸权 成功地他会认错 然后跟着 改过自身 好像你这么说 然后又 不做壞事 我觉得正方是很乖的 不要问反方 其实你有任何成功霸权 好像你这么说 倒下的例子吗 你要说到他会自己 今月放弃他的霸权 从以认错 但是坦白说 这是反方的假定义 因为反方由头到尾 都不是真的想论证 社交媒体做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往后 其实反方 更多时候 真正打的那个定义 叫什么 叫完全消除 因为你是配合正方的定义 去讨论 你觉得 真的要令到霸权倒台 要令到霸权 不会再出现 那才叫做 推翻霸权 这个问题又来了 事实上 我们在任何环境都会看到 在很多情况下 霸权消失之后 很难完全不会出现 一定有机会有新的霸权 所以这个说法 我自己是比较倾向正方的说法 就是 好像他说的那种水难罪咒 我不需要完全消除这个程度 去到 永远没有办法出现 所以我觉得 反方只是说这个论证 亦都不是真的 因为 我觉得可惜的就是前半场 我自己觉得正方比较有利的 在于 反方很多时候都希望用你的定义 而比对方更合理去处理了对方的定义 或者处理这场比赛 而你不是直接指出他的定义 或者他的内容 论正常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这样 双方各自说定义 我自己觉得是 前场正方在他的算验 或者他部署 我可以这么说 策略上他预议了反方可能会打他 要完全消除的话 那就变了很多时候 在工房里面 正方会更加着力 以及更加多 用例子森验 不需要完全消除 而反方只是会很多时候 比较重复地说 消除 要消除了 又或者反方也会很多时候说 霸权一定要做坏事才等于霸权 这些我自己觉得 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帮反方处理到你的论调 我觉得到了后半场 为什么我会觉得 战局有点改变 是因为 假设双方的定义 我们同意即使定义上 我接纳了 可以是完全 不消除 都等于是 但关键就在于 正方如何论证 即使我完全不消除 也好 我觉得 我觉得 讨论空间或者意义 就会在于 究竟 移民这件事 怎样可以在一个事件里 帮助到 更加有效地 我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 本质上 如果我这么跟你说 本质上 如果是 这个我跟你说 是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 不是很 但我想的例子 如果我告诉你 神的干预和消灭 灭世 是能够消除 邪恶的 好像以前 圣经里面 罗亚方舟的例子 问题就是 在于神 会灭世 这件事出现的 机率有多高 这件事出现的 成效有多大 我觉得 其实 反方应该更加 跳入 如果我同意 按照正方的一种想法 成功的 革命能够消除 或者 推翻暴政 为什么我们觉得 暴政那么难被消除 就是因为 成功的革命 很难出现 正如今天 正方你跟我说 好了 我不跟你争论 定义上 逻辑上 究竟他 可不可以造成 这个 如果我按照正方的逻辑 当然 最成功的社交移民 真的好像你这么说 全部人移民 是能够造成的 但是反方的关键 应该质疑 到底这件事出现的 可能性有多大 有多常见 又或者 假设这件事 是 作用上可以 推翻到社交白权 但是如果短期内 他无法改变一些 本质的问题 令到社交白权这件事 轻易又会再出现的话 到底你这个消除 有多大的成效 我觉得 正方 反方其实 在这方面 今天是符合你论点地 在这里可以做更多的质疑 很可惜我同意的就是 在很多这些质疑 我是见到在 差不多结变时间 才出现 例如结变会和你提的就是 你出现的时效 例如时间 我要等多少年才会 真的有件成功 又或者成功之后 又隔多少年 原来又会再有把权的重复呢 我觉得这些反方其实也是一些 很practically 可以质疑到他 甚至 我个人觉得反方如果想打 正方的这种立场 有很多是本身你定义上 没有用尽 例如反方主辩有尝试提出 我觉得有点论点 挺好的 就是你说的以来性 例如社交媒体的特质会不会令到这件事更难出现 举个例子 好像反方你尝试挑战的就是 例如社交媒体的特质是大家一起会共用的 如果我们大家都可能 同时大家都在用这里的时候 可能我个 没有那么大的逼切性会令到我们会出现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 我觉得反方如果早一点用实质的所谓你的那样东西出现 就是我不跟你讨论 定义上或者逻辑上你那样东西 最成功的那些我们当然不需要讨论 最成功的那些 这个讨论 但是实质上如果由一个practical的层面上去看 这件事出现的机率 这件事实质的成效 我觉得这样其实反方已经可以是 很大程度上 在这里做 但我可惜我会觉得 如果说我评分上 前半场的内容 我会略嫌倾向正方 但反方后半场的内容 明显是渐渐地我会比较高 但是 纯粹计分上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可能真的出得比较遲 所以到最后我的分数上都会倾向了 比较正方 但我觉得正方也要注意 辩论场上用定义带来的优势 很多时候我觉得只是属于半场比赛 因为定义能够令到你一个很好的开局 但这个开局往后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辩论场上 越好的定义带来的 很多时候往往 最大的弱点就是 去到后半场你很多时候只是会重复你的定义 你留意下你只是会用不同的例子去算验你定义 是合理的 但是 怎样真正好似正方所言 你的 怎样能够令到一个社交移民 现在是合理的 我觉得有少少论点其实也挺有趣的 也是合理的 例如正方在台下 我记得有一条台下发问 第一条都有问的就是 其实时间或者随着社会有一些 制度的优化 是我们更加大程度地可能弱制到现在的一些 社交媒体公司 例如 没有那么容易被收购的 又或者是可能会带来到一些 我记得你举个例子就是说 第一条问题都有问的 有一些可能是在限制 未来没有那么容易买盘的 这些内容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尝试回应反方 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不是真的你看到社交法权的出现 频率会那么高 我觉得正方去到后半段 如果有更加多内容 和更加多去描述 你们现在怎样趋向社交移民的出现 比起你们说现实情况下 所有东西其实都不是 社交移民的 那就会变得 有少少 后半场会更加实在 如果不是假设 我白说 如果打多一个位 可能我的分数上就会更加倾向反方 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比较短赛制的过程里面 可能正方占 前场的理论度 我评分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 双方都可以继续 留意的 今天时间关系 我大致上对于这场比赛的意见是这么多 双方便宜都欢迎你们 赛后可以再跟我讨论 或者问你意见 今天大致上是这么多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我要继续 自编自导自演 今天的赛果其实在我手上 我也公布今天的赛果 我刚才也有些暗示 今天我们先公布最佳辩论员 今场辩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宣度会陈随之纪念中学胜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